来看这个家庭纠纷了 这是已经年过80的这个老太太啊 她跟她的老伴也是八九十岁了 他们呢这个为了找老伴 十四年前结婚后来呢又离婚了 但是呢她的那个老伴 那位先生她同意说 这位这个已经离婚的太太呢 可以永久的无偿居住在她的房子里面 如果说你房子卖掉的话呢 我每个月补你五千块钱 你的这个生活去租房子的费用 没想到呢她的这个老伴 把房子卖给她儿子了 那么儿子呢现在要这个女性 这个女方呢也就是这个继母啊 搬出去因为呢 儿子不认老子账啊 结果呢现在双方告上了法院了 但是法院认为说 这个老先生把房屋卖给儿子 这是一切是合法是有资格的 判这个老太太不但要搬家 还要把过去住在老先生家 六年多的租金二十四万元 都要给付出来 位在土城的这间两层楼平房 九十一岁的钟老先生 住在前面这一间房间 八十岁的刘老太太住在旁边 她拉开沙门的这一间 两人分房居住 彼此也都不打招呼 原本他们都离过婚 各自有小孩 八十四年为了有个老伴才结婚 六年之后离婚 写了切结书 同意老太太一辈子都可以住在这里 没想到没多久 老先生就把房子卖给儿子 进一步说 房子卖了要她搬家 老太太认为这根本是假买卖 就是为了不让她继续住 害我拿出您当初写的切结书 没有 他说他没有写切结书 没有切结书 对啊 我那个一大部分的全部有 我们还没拿回来 下面也还有 钟老先生坚持自己没有写切结书 不过刘老太太拿出来说 明明切结书上写得很清楚 同意她可以永久无偿居住在这里 纵使将来房子有买卖 也愿意每个月补偿老太太五千元 不过法院清查中家父子账户资料 发现有一笔350万元的汇款记录 认为房屋买卖是确实的交易 既然房子卖出 钟老先生算是前屋主 他和老太太的切结书算是借贷关系 不能够居住新屋主的权利 所以判决老太太要搬家 而且给付从房子卖出之后 这六年多的租金大约24万元 没办法接受 不过判决已经确定 老太太不能再上诉 周年新闻林世红李晓琳特别报道